佛教特别重视发愿 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那么它就能够凝聚共同的力量 指令正确的方向 我们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有战争 不要再有人和人的矛盾 更不希望有国家之间的冲突 不希望有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 同行意味着佛教徒不仅仅是心怀愿力 更应付诸实践走上行动的道路 和和共生这个概念 也体现了佛教的核心思想 元启论 佛教是认为世界上 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封闭 能完全自我主宰的事物 所有的事物之间都是互相关联 互相依存的 同愿同行和和共生 这一主题的设定 反映了佛教对当前全球挑战的认知和回应 它不仅呼应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与共生理念 也体现了佛教的慈悲包容平等等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